印度南部安德拉邦和泰米尔纳德邦 因为遭受热带气圈米昌席卷 近期大雨狂下爆发洪涝 由于雨势没有暂停的迹象 当地目前已经沦为水乡泽国 夺走至少9条人命 各单位随即动员暂时撤离沿海地带的居民 禁止一切航班和出海活动一次安全 热带气悬米昌席卷 随着大雨伴来 印度南部安德拉邦、泰米尔纳德邦等地 都被洪水覆盖沦为泽国 洪水水位已经达到成人膝盖的位置 但雨神持续发威 轿车和摩托车寸步难行 人们只能撑起伞 卷起裤脚走到目的地 除了不间断的雨势 强风的驻位下 大树也无法倖免 全都倒在路旁 不仅阻碍交通 更危及人们的生命安全 受访民众表示 当地星期日就开始狂降大雨 洪水急速上涨 影响了他们的日常活动 加上部分地区星期一早上就开始断电 洪水和断电的双夹工 成为他们迈入12月的一大梦魇 街道宛如汪洋一片 迪洪的住宅区也遭受无情的洪水清洗 当地居民只能想尽办法 各出起招 避免更多洪水涌入 印度官方通报 这场洪灾一共造成至少9人死亡 但米昌气旋并没有减弱的迹象 安德拉邦气象局指出 米昌预计在星期二早上登陆安德拉邦海岸 持续风速为每小时90至100公里 震风风速更达到每小时110公里 对此 当地机场宣告暂时停运 政府期间也疏散沿海地带的数千人 警告渔民停止出海活动 马西社电视综合报道